大家好 歡迎回到來《芒向編輯部》節目時段 今天就是2020年的11月15日星期日的早上時間 今節繼續有許樓山 還有馬來西亞的《22世紀救人網絡》 奇諾李偉近 大馬Sir 各位網友好 澳洲紅仔餅 真BC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才是真迪好 記得LIKE我們這段影片 留下言 最重要是訂閱《芒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 正向報 曬冷氣 散滅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點贊 好了 回來講講19的問題 大家都知道 又捲土重來 現在又要再來了 又還原了某一個時間 某一個時段的限制 變回食肆最多是四個人一桌 有一件新的東西 這個Staycation 真的是酒店房間限四個人 這個我覺得比較有趣的 就可以拿出來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實在是太誇張了 其實之前很多人在那裡借 拿房間來搞生日會 這樣那樣 已經是相當之過分的了 其實大家都知道 登記住酒店的時候 人家會問你 你有多少人啊 是嗎? 其實可能你上限按四啊 六啊 我不知道可以最多按多少個啊 你按你按 你按不到三十多人出來的 是不是嗎? 就是二十多 三十人出來的 很多人就拿來開派對還是怎樣的 那變成間接地就突破了食肆四人一桌 或者甚至乎之前呢 再多一點的時候 那你突破了這個界限 那還有呢 他們那幫人在裡面搞了那間房間 烏里馬茶 還有盡顯了港人 那個算爆計數機的特性 那一會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酒店員工所講的 大吐苦水了 好不好? 那為什麼說港女野的禍呢? 因為不要介意我這樣說 我不是說標籤香港的女性是怎樣的 但是呢 他們真的很喜歡穿得漂亮漂亮的 在這些酒店那裡 就是某些這種特質的香港女士而已 我們說一下 沒錯 那就是 主要在那間房間裡 那間房間感覺上好像很划算 有很多優惠 有一口氣 有酒店漂亮的環境啊 那間房間啊 又可以搞一下派對 因為你看到有人這樣做 就有那個洋群心 哇 很有趣啊 吹個Happy Birthday的那些氣球 這樣貼在那個玻璃裡拍一張照片 後面就是圍港景啊 哇 正啊 那千多元底啦 你是女主腳 可能你又不用夾錢的 那其他人夾錢 那當然 大家分享的 又好像都很划算啊 那不如去那裡玩一下 又可以拍照漂亮的給別人看一下 那所以看到那些酒店房呢 被人拍到出來 就是有些酒店 被人一拍到出來 哇 為什麽全 喂 怎麽多人生日的 是不是 還有啦 你在酒店生日呢 你可以叫人送送 我今天有人生日的 會不會送蛋糕呢 這是一回事啊 這個我們接著再說吧 那好吧 我們先說一些正確一點的新聞消息吧 好嗎 好 昨天14號的時候呢 陳肇始也都在下午的時候見記者 有些人談他 之前為什麽沒有記者會的啊 那不是每天都有需要的嘛 現在有需要了 那就出來開記者招待會啦 有 你又說他太多 有 又說他沒有東西拿來講 他不出來 你又說他不出來 那你想他怎麽樣呢 我們要持平一點 再說一句吧 就現在說了 宣佈了 食肆 酒吧 堂食的營業時間呢 就沒辦法了 要縮短了 即是凌晨的5點鐘 直到晚上的11點59分 就是要做灰姑娘了 凌晨12點 叮噹叮噹 南瓜車就會變回一個南瓜了 馬就會變回一個小老鼠了 酒吧和酒館就不能夠坐多過兩個人 食肆就不能夠多過四個人一台了 現在的酒樓就說 咦?這麽糟糕了 接下來就是春冥啊 團年飯啊 更加沒有人來預約了 那沒理由四個人一台 接著拆拆拆拆拆 很多張桌沒可能的事情嘛 是不是? 顧客的人數呢 也不能夠多於座位的上限50% 即使不能夠坐爆餐廳了 接下來16日就生效了 為期11天 其實11天而已 其實我覺得政府那方面應該都很受鬆 其實都是限你11天而已 是 都是要平衡各方面的利益 各方面的利益也應該這樣說 是啊 這個政府很辛苦 老實說 是啊 你11天已經呱呱吵了 老實說 如果大家不守規矩啊 跟著一限你又吵 不限的 如果我不限你那麽多的 又會再慢一點 那你想我怎樣呢? 嚇死了你又吵 不下之後又罵政府啊 你又不懂抗疫的啊 那你想我怎樣呢? 是不是呢? 那一定要拿 真必師所說的 拿一個平衡 如果我覺得這個政府已經相當好啊 拿一個平衡 如果你問我 我有雷厲風行啊 我再厲害一點啊 因為如果以台灣來算呢 香港可能有時候那些人會亂丟 啊 澳洲那些都少這些情況 馬來西亞都少這些情況 就是可能呢 你有個露台呢 你可以 噴水 噴噴噴噴噴噴 洗這個露台 OK 那你有時候那些水 噴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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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噴 就不要打算躲在那裡煲煙,沒有人理會 這就不行,什麼後樓梯、打邊爐就不可能 我們速射如果煲煙的話,你叫這個 即是速動了這個警報 之後就有八百多元澳幣 有些是千多元澳幣,有些地方 基本最便宜就是八百多元澳幣 因為你不遵守這些規則,別人說明不可以吃煙 那你也是吃煙的就沒辦法了 或者通融一下,不會想著把煙頭倒進去 不會通融的,你通融的話就叫警察 跟警察說一下,麻煩你 這裏是一件事 陳少知也說了,就考慮到酒店的檢疫方面 和市民的Staycation的風險 就決定將酒店都要納入為這個 應該這樣說,納入為這個叫做 旅館列入599F,將裡面做規管 即是酒店房間的上限都是四個人 所有房客都要登記個人資料 你可以說他們來探望我,不行嗎? 我住四個人,我住四個人,不行嗎? 他們不是你住,他們來探望我 幾十人上來探望我,還是怎樣? 他們都可能還可以走到這個那裡 不過就看看到時酒店那方面究竟是怎樣去處理 酒店也需要確保檢疫和非檢疫人士分解不同的流程 也可以採取一些相應的措施 避免檢疫人士離開房間 這些說法相當之多 即是隔離人士是嗎? 是的,那些要教他,要小心小心 也有說,婚禮也挺搞笑的 敬酒,婚禮要敬酒 兩位知不知道什麼叫敬酒? 知道吧?吃到差不多了 今天巡遊這麼多台 萬世家做了一個陰性 是嗎? 是啊 如果你的人客很多的話 有些誇張得是第二道菜 要拉得很長 第二道菜,新郎新娘已經要開始去勁了 嘩,這麼厲害? 有幾個場館,整個足球場這麼大 我去喝過有九十幾位 九十幾位?嘩,真的很壯觀 是啊 是啊,是要租一些會館 那些比較大型的才能夠進去 嘩,你要跟新郎新娘說話 我想要用對廣機才行 這麼遠 是嗎? 我替他們買進去找你,不好意思 好了,說一下挺有趣的 敬酒的時候,只可以敬,不可以飲食 敬酒的時候就不可以喝酒 可以身體接觸那些 嘴巴不要張開 因為你的嘴巴可以抹大 但就不可以飲食 因為他要戴著口罩 哦 敬酒的時候戴口罩也挺有趣的 陳淑宗說不用,就這麼厲害 你自己敬爆他了,是嗎? 那些酒店、旅館也好 怎樣都好,那些什麼量體溫啊 那些那些那樣呢 就要趕快搞了 不要再傳播了 那現在呢,為什麼那些staycation 為什麼搞到這樣呢 很多人呢 因為放了自己的照片 去show off 剛才大馬sir都說了 原來一天有發現到多一宗 是和萬聖節的時候 在這個酒店房 成為了這個 開P 開P 傳播媒介 可以說一下 就是香港人那個 我不是說特意針對香港人 有某部分的香港人就很流行這樣去 就是在那些酒店裡這樣搞搞震 還是怎樣的 酒店員工在那裡說一下 還有挺有趣的 看到那些照片 放了出來 就很多人那個玻璃那裡 就是個個都是貼一個 我們當是打卡 貼貼貼 Happy Birthday 誰那些 貼貼他們的名字 什麼Sandy Candy 什麼TKL 什麼都有 這個 什麼周年 21周年 多數都是23歲 還是怎樣 挺有趣的 厲害 有些很溫馨 Happy Birthday My Joyce 哇 拿你的名字 這個可能就不是很多人 我們繼續講一下 那些酒店員工怎麼說呢 他們就說了 現在做所謂的Staycation的問題 就跟他們以前做開的酒店 或者那個做法 完全是天南地北 是兩回事 想起他們都一殼眼淚 真是傷心 其實之前那一陣子 已經是酒店 某程度上都說限制了入去的人數 不過都沒有辦法了 看到他們又拿了蛋糕 拿了這些東西 又怕沒有生意 都隻眼開 隻眼閉了 那些員工又怎麼說呢 是兩回事 最慘的是什麼呢 是 你酒店方是不可以吃東西的 不是不是不是 是可以吃東西 但如果你叫酒店的東西回來吃 就很貴了 還有一些限制了 那去出去吃東西呢 因為他們限聚令那裡 又不可以這麼多人吃 那又想幾十人一起吃 那他們可能你說 大馬Sir可能的概念 或者很多香港人的概念就是 那就是叫一下元氣壽司 叫一下薄餅 即是外賣的意思 外賣又仿吃就算了 就是你帶進來吃 還有好像好像 周庭那樣叫什麼 日式咖哩豬扒飯 雞扒飯 是 那還有他們誇張得 你這樣薄餅等等 都可以 算了有利了 是不是 都不算很離譜 有些酒店員工 看到最誇張的 是叫到那些 一人一鍋的火鍋 回來吃火鍋 蛤 一人一鍋的火鍋 打火鍋 喂 那你不是十幾二十個鍋 就這樣 很大股氣味的 這樣會 是 他們如果那個 因為怎麼說 一人一鍋的火鍋 可能他把那個煙 不要弄得那麼厲害 應該都可以 搞到大股氣味 他們是不理的 因為他們更誇張 也有 有時候我們都知道 通常酒店房 十一點 十二點 就已經叫你拜拜 退房了 那他們竟然有些 staycation的人 竟然要求誇張得怎麼樣 他們說延遲退房到 第二天晚上七點 家喘什麼 要要求免費 你 你有什麼玩 一般來說 十點 或者十一點 就要退房 早上 我覺得太離譜了 你說十二點 可能差一個小時 可能叫情有可願 因為人家三點就下一回合 再伸一批硬的 沒錯 現在人家收拾房間呢 一會兒收拾房間更誇張 我們一會兒可以再說 那你這樣做的話 那人家怎麼可以再做多一轉的生意呢 是嗎 那你七點鐘走 人家再收拾 晚上七點鐘走 人家再收拾房間 檢查完 那可能九點以後才可以彈回房間出來 再給客人 你會不會離譜一點呢 那好吧 剛才大馬sir就說要清潔的 清潔即是拔頭了 他們都在那什麼 staycation 要什麼開P 有 批 批完湯 當然是問題之一 馬桶就只有一個 人頭有這麼多 那怎麼辦呢 有些就周圍湯 周圍湯 當然他們用毛巾蓋住就走了 所以有些人見到 嘩 見到毛巾 哎呀 在地下 都有點不對板 打開 嘩 死了 所以人家那個辛苦程度 是 可能超過都不知道多少倍 也有些人走去 為了搏 酒店 可以 到時怎麼說 給一些 即是投訴酒店 你要想些東西出來 可能他特意弄到一些位置 可能發現了一些什麼 髒東西 這樣那樣 就屈酒店 下次我再來的時候 你要給我一些什麼優惠 還是怎麼樣 還有一些 骯髒東西 不是指靈異的 不是那些 不是那些 那竟然有些人是玩得很瘋 他們 我不知道喝大了還是怎樣 有些 housekeeping 那些執訪的時候 大家有沒有發現 酒店是有那個 甲蠻仔 有小小的甲蠻仔 啊 他們竟然 哈哈 打開了甲蠻仔 的時候 發現了一些內褲 和胸蠻 在那裡 放在那裡做什麼 真的 怕人偷 不是 不是 有些housekeeping 你是不是把那裡當作乾衣機 哈哈 哈哈 但是我們要想一個問題 你 staycation 可能你來開P 是啊 那你不會 準備多套內衣來換的 是不是 那他真的不穿著走 是啊 是不是 你以為每個人好像 不是 許智峰準備多套手扣 哈哈 是啊 真的挺有趣 挺有創意 玩到這樣都可以 為什麼他的胸圍不帶走呢 我真的有點難以理解 會不會是 只是用來遊戲用途 那我真的不知道 甚至不假 哈哈 等下我的東西在哪裡 是 有些員工都說 最誇張的是 兩個人的房間 可以有十幾個人凍了 其實兩個人的房間很大 是啊 尤其是香港那些 然後還帶了十 是啊 他們追 還有 吵也不要緊 你兩個人的房間 就是最小的那些 你十幾個人 十幾支酒 然後就要十幾個杯 七個冰桶 我冰也給你 真的 那些房間大概叫做 二百多尺 你想想 你怎樣玩 我不明白怎樣在這裡 這麼大範圍 有什麼好喝呢 是吧 逼個便利店在那裡吃東西 站在那裡吃東西 不知道 真是貪 真是貪 這個酒店的環境 但是太逼 說笑 是吧 站在那裡聽 哈哈 我真的不知道 其實 你說開派對 可能熱鬧 但是這樣的話 連坐都不能坐 好像不是很過癮 是啊 可能是站在那裡 也可以說一下那個 叫做 剛才說的那個 空圍內褲 在甲蠻裡找到的時候 原來是濕的 好像是洗完 扔掉下去 所以就說 以為他當作是乾衣機 為什麼會 為什麼會玩到這樣的呢 玩什麼遊戲這麼好玩呢 介紹一下 也有 他們當了那間房間 好像流水直那樣 就是七個人 剛才不是說 二百多三百尺 兩人房 他們玩完一批 下一批再來 就是走了一批 再有另一批再上來 然後又要拿酒杯 又要繼續拿冰桶 哇 都很誇張 做幾回合 是啊 他們當作拿房間來做了幾回合 還有 他們有很多不滿 又說 那麽多人 又 什麽都要排隊 這樣那樣 我心想 咦 你不是來開P嗎 為什麼又要去玩 就是他們要玩盡間酒店 就是可能有些開P 可能在鹽那裡逼 還是怎樣 可能走了去 叫做 用酒店的設施 可能健身 還是怎樣 喝了酒再健身 其實很危險 可能會被東西打倒 就去投訴 原來他們香港人來staycation 最多時候喊是兩個字 什麼 經理 經理 叫你經理出來跟我說 跟著就說 都是不滿 就說要屈那些經理 送回一晚免費給他們 相當之露蜜土 是啊 還有 之前在半島有一宗都很轟動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就是說 超時都不願走 還在裡面開P 每一個小時都打電話去一次 你們 夠時間了 你們走得沒有 還是怎樣 還有 都說他們玩到怎樣 我們剛才都說 又要開來劈酒 還是怎樣 那些酒 紅酒倒進床單裡 人家都說 哇 紅酒很難洗的 是嗎 接著牆上又有 又有忌廉蛋糕 那些忌廉 哇 真的 人家真的收你少少錢 就做到一隻東西 哎呀 真是不得了 這一幫人 那也都繼續說一下 他們當了好像 人家來這個 還有他們會叫 有些真的會叫room service 但是叫room service 也都會叫人家 可不可以加大 價錢就加大 他說不行 可不可以免費加大 傻了 所以他們變成就是 沒辦法了 都被迫著 就是要那個現金流回來 都被迫著 要做這些這樣的事 要不是沒有了這些staycation 就說可能真的會 十失九空的 即可能局撐都要再做下去 那我們笑歸笑他們 這些方面的問題 但是你熟悉 你看到他們 人有這麼多 又要什麼流水值 突然間又換十個上來 突然間又換十個上來 那周圍呢 那周圍呢 喝大了 周圍在那裡湯啊 在那裡的 你想想 有人在那裡湯 會傳播很多細菌 萬一這個人 是一個 是一個大菌者 那怎麼辦呢 是十九個大菌者 那怎麼辦呢 那整間房 那裡湯就全包忌廉散了 就算不湯 有時候那些 偶套物在地毯 洗不到的 要換的 整塊 是 罰錢 就是這樣 罰錢 會很兇的 那些人 什麼 或者走了 走了才處理 如果不肯 付罰款的話 那時候我去泰國的時候 他也是有類似這樣說過的 就是不准帶山竹 啊 哦 因為它是不甩的 那些顏色 掉了 那些汁 那個汁 紅色的汁 掉到那個皮裡 這樣就大件事了 這樣就洗不甩的 應該說那個殼的汁 不是那些肉 是那個殼 那個殼 那個肉呢 是白色的 但是山竹真的很好吃 真的 就是有些人說 哇 不知道山竹是很熱 還是很寒 就忘記了 寒 不止寒 因為跟這個榴槤是相似的 對 對 對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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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要兩人同時間吃 但是我一口氣可以吃很多的山竹 因為其實肉在裡面都很少 是 大馬Sir 你那邊多不多山竹 哦 多啊 一有榴槤就有山竹一起賣的 哇 那是人性的抉擇 你買多少 通常榴槤會買多些 其他山竹就 買少些 因為很難取捨 其實兩樣都 有些人就喜歡吃榴槤 覺得很好吃 我不吃榴槤的 自己本身就 那我就會狂吃那個山竹 還有有一種叫做山竹 一瓶 好像果汁那些 那些我強烈建議大家 千萬不要買 不要喝過 抽了糖 就差很遠 我寧願買十個山竹回來 自己加一點水 然後打成一杯 都還好一點 不過人家功夫 山竹有些少許酸 尾尾尾的 其實都是 就是聖誕派對 哇 這班人又玩到 怕了 沒辦法 如果我實在這樣看 其實政府 剛才我們 今節一開始都說了 其實只有11天 如果大家乖乖地 忍一忍的 整個19個問題 就是聖誕前搞定了 你真的玩到怕地 去哪裏開派對都行 好了 記住了 開派對也好 怎樣也好 都要尊重一下 或者想一下 執訪的人的辛苦 和角度出發 大家多做一步 你這麼多人 每人撿回自己一件的垃圾 帶走多一件事 整理好一點點的話 其實大家開心 又何樂而不為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